好心理地這班人 幾十歲就FF小鎮 大家好 今天我想和大家再回顧之前的一個話題 就是為何哲學在某些人的眼中是比較低等 比較會鄙視這個學問 就是之前宣民有條片 他解釋了他的一些看法 我想說一件事 哲學為何經常會給人一種感覺是離地吹水 我覺得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哲學經常會使用到一個方法去做哲學研究 就是使用思想實驗 思想實驗是一件事會令人覺得 哲學家只會去討論一些很不切實際 很不現實的一些問題 就會令人有一種感覺 討論來不知道做甚麼 不知道對於現實有甚麼貢獻 今天我想和大家談談究竟思想實驗是甚麼 究竟甚麼是思想實驗呢 如果用一句說話去說 就是運用我們的思想力 運用我們的想像力去探究一下 一些事物的本質是甚麼 這樣說會令你覺得究竟是甚麼 我不直接回答你 我用例子回答你 以下我想提出一個很著名 很著名的史上很著名的思想實驗 介紹給大家聽 去感受一下思想實驗究竟是用來做甚麼 以下我會講一個Lucritius 講的一個關於空間的思想實驗 你現在去到宇宙的邊界 即是我們先假設宇宙有邊界 你現在就在宇宙邊界的附近 你向這個宇宙的邊界扔出一支箭 這樣 那會有甚麼事發生呢 你之後會有兩個可能 第一個可能 支箭繼續向宇宙的邊界 後面的地方繼續去 第二個可能 支箭撞不到東西反彈回頭 或者停在那裡 總之它不能夠穿過去 有這兩個可能 這兩個可能代表甚麼呢 第一個可能 支箭繼續去 它的理論後果就是代表 這個所謂的邊界其實不是真正的邊界 因為後面還有空間讓支箭繼續去 所以這個邊界是假的 第二個可能 支箭撞到東西 令到它反彈回頭 或者停在那裡 代表甚麼呢 就代表這個邊界其實都不是真正的邊界 因為邊界的後面有些東西 去擋住支箭 令到它不能夠繼續前進 這兩個理論的理論後果其實都是一樣的 所謂的宇宙邊界其實是沒有可能存在的 Lucritius就是想用這個思想實驗 去證明空間是無限 因為宇宙是沒有可能有邊界 剛才我們所說的 那兩個可能的理論後果都是會說 其實是沒有可能會有宇宙邊界的存在 所以空間是無限大 這個就是Lucritius的思想實驗的結論 不過大家不要這麼快給這個思想實驗所說服 因為Lucritius是一個大概在2000年前存在的人 那時候它對於空間或者物理學的想像 或者知識不及我們現代那麼豐富 我們至少可以想像到 其實空間可以好像一個球體一樣 就是你可以設想 我可以在地球上面不斷環遊世界 都不會找到地球的邊界 但是地球的一個體積仍然是有限 但我這裡想指出就是Lucritius的思想實驗 就是用一些我們想像出來的一些情況 去測試空間這個東西的本質是怎樣 究竟是有限還是無限 這個例子就展示了一般的思想實驗是怎樣做的 第一我們先設想一個情況出來 這個情況不一定要很現實 例如好像剛才那個例子 我們沒有可能去到宇宙的邊界 即是以人類現在的科技沒有可能做得到 我們連太陽系的邊界都去不到 我們先設想一個情況出來 然後再想想在那個情況下 如果發生了某些事情之後會變成怎樣 又或者你或我們人類 會在那個情況下做出一些什麼的決定 再根據那個我們會做出的決定 或者之後會發生的情況 去再做進一步的分析 就好像Lucritius那樣 他的分析就是宇宙是無限的 空間是無限大的 哲學經常都會使用到思想實驗這個方法去做討論 特別是來於語言哲學 心靈哲學或者倫理學 但不僅是哲學才會使用思想實驗 在自然科學裏面 特別是物理學 都會用到思想實驗 出名的例子包括 或者是丁家的貓 又或者是按摩斯坦的電梯 我在這裏就不多詳盡解釋 因為我始終是一個文科仔 除了哲學和自然科學之外 歷史或者經濟學都會使用到思想實驗去做他們的推論 不過自然科學經濟歷史他們用思想實驗所做的方法和哲學是有不同的 所以我今天所講的就只是哲學的方法 在以下的時間我特別是想提一提在倫理學裏面 為何我們會經常使用思想實驗去推論 相信大家都應該聽過火車難題 或者我們有個成員很喜歡叫做有鬼電車的難題 不知道為何一定要有鬼 電車會沒有鬼嗎 不過這個就算了 即是Trolley Problem Trolley Problem大家都聽過 我現在約你很簡單地介紹一下 就是不知道為何你在一輛火車上 沒有司機的 不知道為何沒有司機的 但是你又去司機位 然後又停不了 煞車壞了 然後前面會有五個人在 他們走不了 綁了他也好 總之火車一直向前走 就會撞死那五個人 但是你就有個選擇 雖然你不能夠煞車 但是你可以轉彎 但是如果你轉彎又會殺死一個人 那個人又是走不掉的 在這個情況下你會怎樣做 這個Trolley Problem當然不是真的想去討論 如果你在這個情況下你會怎樣做 喂大哥 有多少人在現實中會遇到這樣的情況 我相信就算有邏輯的可能性 實際的可能性應該是極微 如果我們在現實中不會遇到這樣的情況 為何我們就要討論這些問題 因為道德哲學家不是真的想討論 在這些情況下我們應該怎樣做 或者我們會怎樣做 它其實是想測試一下我們的道德直覺 我們設想一個這樣的環境 其實是想測試一下我們會 在一些比較具體的情況下 我們會傾向做一個怎樣的決定 從而去看看我們究竟去做一個選擇 或者做出一個道德的抉擇的時候 究竟是包含了什麼因素在裡面 在這個情況下 究竟你會做出一個怎樣的抉擇呢 你會選擇殺了五個人 還是你會選擇轉車去殺一個人 而去救那五個人呢 我先假設大家在這個情況下 大多數的人都會選擇轉了一輛火車 寧願殺死一個人 都想救了五個人 為何我們會做出這樣的選擇呢 而不是有輛車繼續去呢 我們相信我們的道德選擇不是亂來的 全部是有理由可言的 不過爭取一個理由是什麼呢 我們平時日常生活中 沒有很有意識 究竟我們做的選擇是根據什麼原因去做的 而思想實驗的其中一個目的 就是嘗試去設立一個情景 去嘗試將一些不關系的因素 將它簡化 拿走 去突出那些因素之間的不同 在這個tory problem 裡面很簡單 如果你選擇一個人的生命去犧牲他 而去選擇五個人 那你的因素就是因為 數量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當你去做出道德的選擇時候 例如救多些人是一個重要的決定因素 那所以呢 聽故事就不要搏故事了 有些人就會想去選擇什麼 multitrack drifting 即是車一次過殺了六個人 我知道大家都想這樣做 但有一人不可以的 思想實驗其中一個特性就是 雖然看起來很奇怪 但你可能會只有某個數量的選擇 給你選擇 你不要拼搏 你會想有沒有第三個可能 不要想這些 因為這個選擇就是想測試你 在這兩個選擇裡面 數量是否一個重要的因素 令你選擇究竟殺一救五 還是只有五個死 你不要選六個都夠了 沒有這個選擇給你選擇的 如果有就測試不了 思想實驗還有很多功用 不只是用來提出一些理由 或者可以用來反對一些理論 例如剛才我們trolly problem 最簡單的版本 比較多人就說我們要殺一救五 所以顯示出數量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但都會有其他的哲學家 去嘗試提出其他思想實驗去反對這個說法 就是數量至少不是唯一的重要的決定因素 大家試想想 如果你在醫院裡有五個病人 分別他急需一個器官去做移植 去延續他的生命 這五個人分別需要心肝皮肺腎 而且如果你不在短時間 即是五分鐘十分鐘內 幫他做移植他就會死 但就沒有合適的器官給他了 剛好現在有一個很健康的人走進醫院 他剛好得那麼巧 你不知為何他的心肝皮肺腎 是很適合移植給那五個人的 即是你不要跟我說什麼 沒有可能的 那些什麼血型不對 即是不要說這些 總之是對的 那你會不會覺得我們是可以 甚至是應該殺了那個 剛好走進來那個健康的人 去拿他的心肝皮肺腎出來 去拯救剛才我所說的 五個急需器官移植的病人 那我相信大家在這個情況下 的直覺都會是不應該 但那又為甚麼呢 你可以殺一個救五個人 那跟Trolly Program有甚麼分別呢 都是殺一個救五 那為甚麼你在這個情況下 你的直覺 或者比較多人的直覺 是會說不應該這樣做 就算可以殺一個救五 都不可以這樣做 那我們提出這個思想實驗 想討論的不是醫院的政策應該是怎樣 而是除了數量的考慮上面 有沒有其他在我們做道質選擇的時候 都需要考慮呢 是用來解釋為甚麼在我們剛才 剛剛所說的醫院的思想實驗 我們不應該殺了那個健康的人 那例如有些哲學家就會提出 我們不可以殺一個無辜的人 去拯救其他人的生命 又或者有些人就會說 有人有基本的人權之類 去嘗試找出其他 在我們做道德選擇時候 都需要考慮的因素 我們是會考慮這些因素的 數量並不是唯一的考慮 所以當道德哲學家提出這些思想實驗的時候 tory program也好 醫院移植的case也好 不是真的想探討 如果我們在這些情況下 我們應該怎樣做 這些思想實驗 其實是想測試我們的道德直覺 我們認為甚麼的考慮因素 是當我們做倫理或者到脫責的時候 是需要考慮的 這些因素包括數量上的考慮 人權的考慮 他是不是無辜或者是罪有應得的 這些考慮 除了能夠幫助我們 建考一些倫理學的理論 亦都能夠為我們提供一些指導的作用 我們未來遇上其他情況 我們應該要做些甚麼呢 我們就要考慮例如數量 他是不是應得 又或者是否違反其他人權利 等等這些考慮 但這些考慮我們怎樣去確立 我們怎樣找出來 就是透過思想實驗 去分析究竟我們做抉責 會考慮些甚麼因素 所以不要再說醫院的個案 這樣會破壞醫院的規則 令到其他人對於醫院 不會相信他 我們不是想討論醫院的問題 你可以把剛才那個個案 把醫生換成一個普通人 但他懂得移植 吹咩一樣 因為思想實驗想探討的東西 根本不是那個setting 是不是在現實中會出現 而是背後所帶出來的那些道德考慮的因素 所以思想實驗 其實是否真的那麼離地 是否真的那麼脫離我們現實生活 它是內容的setting 聽起來好像是 但背後其實是想分析我們的想法 想看看我們的直覺 甚至在我們思想的底層裏面 究竟是將些甚麼看得重要 是會決定我們的思想 所以並不是那麼離地的 所以你聽到那些很奇怪的思想實驗 不要那麼討厭 想一想他其實是想你帶出甚麼問題 我們都賺夠了 都想給其他人賺下 現在我誠要你加入我們的團隊 但我們不是那些搞手球打的 我們是要一起賺 加入我們的Patreon 贏別人,贏自己 Yeah! 小的拍子 小的拍子 感谢观看